我把车停在这个路边好一会儿拍了一些照片 因为这个风景太漂亮了 现在阳光出来了以后 旁边那个大面积的绿地还有那个风车 现在应该开始一路下坡了 往那个摩扎河谷去 所以我把Gopro架到我的前档上面录一下 在风车好多 我设的目的地还有18公里 这一段的应该都是下坡的三路了 到河谷 这边感觉突然进入那种乌云区了 表着阳光没了 等待会儿到这个边上能看到河谷的时候 视野就开阔了 这种一下头场景就打开来了 非常漂亮的应该 看这个导航好多曲线 喜欢跑山的 这条小路一路下都一个上坡 还真是这边是乌云区 刚才我拍照片那边拍照片的时候 这个地方基本上都是蓝天和白云 然后阳光沐浴的阳光下面 哇这一路下坡油耗得开的越来越神了 这个山路上 左边这个车刚过去的斯格达那个是莫尼黑的车牌 然后又是一辆现代的 RA302 本迪欧福特福克斯旅行 这是一个胳膊走弯 好多这种弯 必须得踩杀车 感觉这个车的侧向支撑性蛮好的 非常强 要是之前那个比加索 比加索毕竟轮胎比较小 侧身又比较高 所以那个拐弯的侧身 人来到给他感觉那种 那个信心感就很弱 对面也有一个路 我看到有车在开 对面确实有路 我看到了 但是这个应该是一条自路吧 德国这个路真是修得太好了 无论走到哪里 那种乡村公路修的都特别棒 那这个路还还有很多补丁 这一个90度的弯 我不是执行 我是左管 我感觉我走错了 我切到那个 切到那个运动模式了 运动模式以后 它那个电机介入的积极性非常高 你听了发动机的引擎的那个声音 真好听啊 转速过了3000转以后 因为现在路还比较直 然后有一个缓坡 所以发动机一直属于疏离的阶段 又开始下小雨了 这样的路在比利时 那个阿丁那边经常遇到 以前直驾 前面好多弯路啊 河谷已经近在眼前了 左边多漂亮啊 那个河谷一大片的那个对面的那个山坡上 都是那个哎 再有一个服务区太完美了 正好能看到 这不是服务区啊 但是在有一个那个住位 我妈从这啊 再出去 好正好下来拍一下 完美 先看看刚才下来的这个山路 然后山坡上 再一个小教堂 这个路修的多棒 一个大弧度 我以为这个服务区的 但是在路挺多的 不知道这路往前开能不能开下去 然后旁边前面就是这个山坡 都是那个葡萄田 过来正好也拍一下 阳光出来了 打下来多棒啊 太美了 现在太美了 哎呦 应该把相机拿着 看看能不能看到葡萄啊 我记得以前那个葡萄 已经过了收获的季节了 然后能看到一些残留的 他们会修很多那种那个躺椅 躺在旁边很舒服的 因为这边人到这边的话 主要就是徒步嘛 他这边那个度假的时候 骑自行车徒步 这条路 这条小路 我感觉还是能回到了个主路上的 然后这条小路 人一直走 肯定走到了村子里面了 太美了 太美了 这个葡萄上面 这个上面是显得你看有的黄的 有绿的 有红的 各种各样颜色 我待会到那个位置 那个还有游船 里面有好多那种180度 那种胳膊走弯嘛 就是这种河谷会冲刷形成的那种 那种那个 那种那个弯 那个河弯 有那种大拐弯 你可以爬到那个顶上面 那个山坡上面去看那个大拐弯 太漂亮了 我导航的地方不知道 我刚才看好像还剩几公里 我就认一设了个点 到这个山里面 好,继续走 停在这个路边好一会儿 拍了一些照片 哇 我停车的功夫后面又停了两辆车 哇 现在立光了 哇哦 刹车 刹车 我刚才要沿着这条路一直走 也能走到村子里面 发现 你看德国这个乡村不干净哦 我的妈呀 这个路上面真的是 要没有这个叶子落叶 真的太干净了 现在下到这个河谷里了 哦 往右科科摩 这是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城市 哎呀 再过个一周 夜的落的就差不多了 我导航的目的地 我要导到河对岸 还有7公里 8公里到河谷 我刚才可以从那个村子里面走 这油价1.74 1.749 还是比我那天加的便宜 翘白大的加油站还是有点贵 哦 这是一个救护车 这些到这个城镇里面转一转都挺不错的哦 紫色的308 旁边是一个福克斯SD 哇 好几只天鹅 哇 五六只 这是小天鹅吗 好 五六只天鹅在那儿 哦 这个地方已经有桥了 现在就让我倒到桥对岸 然后从桥对岸再往那边走 天气太完美了 上午天气特别糟糕 去了个城堡 不过现在已经变好了呀 阳光明媚的 夕阳太棒了 然后从这儿上桥是吧 哦 这个大坡 山坡上面这么灵性的一点 特里埃克布伦茨 两个那个两年端的大城市 特里埃是绝对大城市 他车牌是TR 可不仁慈就是KO咯 KO 哇 我往左边看 那个阳光灑在那个湖面上 那么黄雁 你连都看不到 哇 现在的正好到河的这儿啊 真的是顺光拍 里面我要顺光走一劫 太完美了 哦 我正好不用到城镇里面 我正好在城外面停车场 有个大的停车场免费的 停在了个河边 还有五公里就到了 现在这四角很完美啊 先数七十 这边很多城镇在这儿 左边又是个大的城镇 他这个河谷这要开过的地带 就会形成一个人的聚集的地方 陡峭的地方就变成了一些那个葡萄田 这也是 这就是冲击行程的估计 在动了一个大滩图 北半九什么草一边去 你看右侧的那个山坡上 哇塞 那个坡道田 突然进入这个乌云区了 这条路以前肯定都开过不止一次两次了 左边的这个大教堂 现在有一点逆光了 现在阳光正好洒在那个对亚 这边进入了个阴影区 不过这边头顶上面感觉雾云比较多呀 一开始看到的这个蓝天白云不见了 前面又有阳光 太有意思了 正好现在是斜射过来 啊到处都是葡萄田 我距离目的地还有两公里 他这个摩扎河谷里面还有那种大的那种邮轮呢 就是做这个船观光的 船特别大 好几层 所以这个河谷它也是一个运走航运的一个河 还是挺大的 现在水这么多 我记得又有一年 你看之前发大水 摩扎河谷 这莱茵河谷发大水 但是有一年它又干旱 看 焊得不成一样的 那个科隆蓝 那个莱茵河都见到石头了 当时那个照片看的触目惊心 哦 噢 已经开始进这个城了 在这停一下 这个是城的边缘 还没到我岛的那个地址 下来拍一下 难得现在这个天气这么好 然后再还能看到这个城堡 好